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聊一聊,性爱前多摸多柔,可加强两人间连结,增进感情。 带有性意味的按摩,对那些感觉伴侣关系有些淡摸的人来说,是一种强效的工具。 按摩涉及对全身感官的触摸,能让敏感部分如乳头、阴晶、外阴和阴地等充血,有助于性唤起。 互相按摩的好处也不止于此,能从各个方面提升亲密关系。 一、深度唤起,皮肤是人体最大的性机关,对身体各种皮肤的搓揉按压,不仅能引发性唤起,还会探索到之前未被发掘的性感区域。 而且,即使已经激情难耐,伴侣间相互挑逗式的按摩也能加深愉悦体验,为正系做好充足准备。 二、清空大脑,不少人在性爱前或者过程中担心自己的表现,这些思想压力会分散夫妻的注意力,难以达到高潮。 而互相按摩,不仅提供了一个过渡阶段,不必着急的进入流程,也是肢体语言的传递。 夫妻通过接触建立了一种亲密的联系,心情和身体都能逐渐放松下来,过程充满爱意和兴奋。 三、加强连接。 按摩时,彼此可以向伴侣说出自己的需求,也可以根据对方的需要做出调整。 短短半个小时的按摩交流,能让人得到深度放松和安全感。 而且裸体的按摩彼此可以互相探索,欣赏对方身体,建立信任感,加强与伴侣的感情联系,促进催产素的生成,有助于性高潮。 四、有益身心。 任何按摩都对整体健康有益。 由于不良饮食、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压力影响,身体内的淋巴系统经常被阻塞。 按摩能缓解淋巴液堵塞和减轻张力,有助改善血液循环和减少疼痛。 按摩还能让身体释放出让人感觉良好的血倾诉,让伴侣对性爱欲罢不能。 按摩方式有很多,初次尝试可以用以下流程。 一、将一只手放在对方上背部,另一只手放在下背部,保持一段时间,帮助它启动放松模式。 二、轻柔地将按摩油涂抹在整个背部,然后用手掌自下而上依次揉捏,这样重复几次,直到你感觉它的肌肉开始放松。 三、然后多花点时间轻柔地摩擦它的脚底,从脚后跟开始向上向外直到脚掌。 四、揉捏按摩肩膀肌肉,按到有疙瘩的地方要更深入,更用力一些。 五、用指尖以画小圈的形式,先按摩它的头皮前部,接着从耳后向下,一直到紧后,放松头脑。 过程中随时询问对方感受,尽情表达爱意,燃起欲望。 好的,今天咱们就谈这些,喜欢请点赞、传发。 你可以关注中华医疗,学习更多知识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